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童话树 我邀请了一位特别嘉宾和我一起朗诵这个故事 她就是我的妈妈 欢迎 大家好 我是大J的妈妈张玲 非常开心跟她一起为大家讲故事哦 童话树 小树叶童话 作者金波 传说中有棵树叫童话树 它有满树的童话 听起来是不是很有趣啊 你想听听吗 欢迎你走进童话树世界 一起来听童话故事吧 有一位老爷爷 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他就种了一棵小树 他每天早晨起床后 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给小树浇水 他还要数一数 小树今天长出来了几片新叶子 他累了 就坐在小树身边 闭上眼睛 他最爱听风儿 他最爱听风儿吹动树叶的声音 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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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鼓掌 听着听着 老爷爷就笑了 有一天 老爷爷又闭上眼睛养神 忽然听见小树说话了 老爷爷 我们都给您鼓掌了 还不表演个节目 老爷爷问 表演什么节目啊 小树说 跳个舞什么的 老爷爷忙摆摆手 老胳膊老腿的 我可跳不动了 小树说 那唱个歌也行啊 老爷爷又摆摆手 我这哑嗓子 哪能唱歌呀 小树大声喊起来 不出节目 我不给您好了 老爷爷 老爷爷想了想 说 这么着吧 我每天给你讲个故事 行不 小树高兴地鼓起掌来 老爷爷就讲了 第一个故事 从这天开始 老爷爷每天给小树讲一个故事 小树听啊 听啊 就一天一天长高了 树叶也长多了 多得数不清 有一天我从树下走过 刮来一阵风 吹下一片树叶 我捡起来一看 哎哟 真奇怪 树上密密麻麻的写满了字 我再仔细一读啊 原来每片树叶上都写着一篇童话 从这天开始 我想读童话了 就来到老爷爷的树下 捡起一片叶子 那棵树有数不清的叶子 有数不清的童话 那棵树年年长出新的叶子 年年有新的童话 人们把那棵树叫童话树 它那些童话叫小树叶童话 你想读童话吗 就到小树身边 捡一片叶子吧 谢谢大家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啦 再见吧 拜拜 再见啦 哇 你弄得太好了 我很喜欢 谢谢大家的喜欢 加斯巴 我被你的故事感动了 我也听得很感动啊 加斯巴 你每个故事我听了好几遍 超级好 贝贝 你的声音好脆啊 好好听啊 谢谢大家 你们的表演也超级棒 再次谢谢大家哦 我刚刚在上课 所以我有的听了 有的没有听你们的表演 我一会就会听所有你们的表演 大家好 我叫Sophie 我今天又听了一遍小朋友的朗诵 读得很好 加油 加油